你一般人會感受到的 軍機越過中線 支柱參選吧 因為其他事情都是你一般人會感受到的 但是你參選就有可能是 水面下發生的事 默默就發生了 這幾個都蠻有印象的 尤其是A吧 前工作那時候有因為台灣鳳梨受到影響 A到E都有印象 居家的物資其實是可以先準備 因為平常就是買的時候 就可以先把它考慮進去 我有準備一些急救包 跟那些手電筒那些東西是有的 上民團課吧 其實全部都可以 最主要應該是B吧 因為他們我們應該還是很怕 戰爭啦 因為戰爭一打 光重建可能至少花二三十年 這些東西都會被摧毀掉 我們是盡量避戰 但是我們不會戰 如果真的要打的話還是要出來 因為我們不能被人家欺負 對不對 你踩到我的底線我就跟你拼到底 中國展現軍事實力 也威嚇台灣民眾 中國在軍事 政治 經濟 外交等各種領域當中 滲透打壓台灣 影響台灣的經濟名聲 國際地位 看了這些時常出現在你我生活中的消息畫面 依然覺得戰爭很遠嗎 這些行為都是混合戰的一部分 利用輿論戰 封鎖戰 經濟戰 從內部瓦解台灣人民的抵抗意志 這些日常告訴我們 雖然飛彈還沒打過來 但戰爭已經開始了 當現代武器越來越精良 直接開戰的成本也越來越高 侵略者使用非軍事侵略的手法 減低被侵略國的抵抗意志 希望用最小的軍事成本就能佔領台灣 俄羅斯在2022年正式入侵烏克蘭之前 已經使用多種混合戰的手法攻擊烏克蘭 希望降低人民的抵抗意志 根據英國軍事智庫研究 俄羅斯長期在烏克蘭收買親俄人士 包括國會議員 軍方將領 宗教領袖 犯罪組織等各種職業身份的人 利用他們蒐集情報 提供不正確的政策參考資料 或是製造社會混亂 掩護間諜活動 與國內外往來的非法金流 進一步影響烏克蘭內部的經濟 政治與國內輿論 減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軍事成本 烏克蘭國內的親俄團體與政治人物 一方面配合俄羅斯的節奏 發動政治與文化宣傳 另一方面也會幫槍護皇俄羅斯 否認對俄方不利的訊息 俄羅斯發動混合戰手法攻擊的國家 不只有烏克蘭 波羅的海三國的愛沙尼亞 立陶宛與拉圖維亞 也遭受俄羅斯的資訊戰攻擊 身為台灣人的你 對這些侵略手法 是不是有種熟悉的感覺呢 混合戰手法 讓戰爭與和平的界線變得模糊 也容易掉以輕心 面對混合戰這種新的戰爭形勢 防衛台灣不能只靠軍隊 政府各部會 民間團體 甚至是每一個台灣人 都應該了解我們正面臨混合戰的威脅 並學習如何面對隨時可能爆發的危機 認識戰爭發生時可能會有的狀況 熟悉生活周遭可以緊急避難的地點 準備日常生活跟緊急避難用的物資 練好身體 學習急救與助人技巧 做好面對重大災難的心理準備 只要讓阿貢打過來變成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就能降低發生戰爭的機率 持續關注臥草 帶你了解民防關我省事